再来关心财经消息 为对抗假钞 欧洲央行计划明年起推出全新的50欧元钞票 在这同时受到英国脱欧影响 投资者担忧英镑汇率持续走低 英镑对新元的汇率今早也一度跌到 一英镑对一块七毛四金元 新版50欧元钞票具备更多的防伪功能 因此将更加安全也更难以防治 欧洲央行表示 尽管电子付费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现金依然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支付模式 50欧元钞票的使用量 25年增加三倍达到85亿张 是目前所有流通的欧元当中 使用率最广的欧元纸钞 预计新版50欧元钞票将从明年4月起正式流通 另一方面 英国退欧优率加重 带动作为避险货币的日元汇率全面走高 但是英镑汇率则持续下跌 其中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比1.3美元的大关 创下31年来的新低 为了应对脱欧所带来的冲击 英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将降低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储备要求 同时额外释放1500亿英镑以确保银行业者维持放贷 雷尔箱